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 中文大学在1963年此理 其实它是由三个书院一起组成的 就是崇基、新亚跟联合 后来才加了一幅书院 所以这个书院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是在中文大学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老师 都要为首一个书院 所以他们就跟别的大学不一样了 就是说他们除掉了上课之外 他本科的教育 可是下了课他就回去书院 有些在那里住 可是书院就提供很多不同的活动给他们 譬如说国际就留生的计划 他们可以去几个月、半年、一年 跟别的大学去就留 我们中文大学有100多个国际的大学 有就留的活动 我们书院也有 除掉了这种就留的活动呢 我们也有通私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就给他们取掉了本科之外呢 别的文化、音乐、艺术啊 也给他们教育 然后呢我们也有别的 不同的兴趣的活动 好像辩论啊 在一起释放啊 请外面来演讲啊 暑假到外面去服务啊 这些呢都是通过这种同种活动呢 给我们一些扩谈之外的传言教育 中文大学在2012年呢会维持四年制度 所以我们会多了3000多学生 所以中文大学决定呢 会增加五个新的书院 有些比较小 有些比较大 我本人呢就会做上行书院的院长 那我们这个书院呢 就会收600个学生 所以所有的学生呢 四年都住在学校里面 很多时候呢我们老师跟同学 在一起释放 在一起交流 然后呢我们也安排他们 去国际上的大学去交流 比如说牛津、剑桥啊 还有北大啊 我们现在慢慢地扩大 我们交流的计划 另外呢我们也送学生 到别的地方去服务 参加不同的兴趣 好像辩论啊 艺术啊等等等等 通过这种教育呢 我们希望学生取掉了本科之外呢 把他们的别的知识跟作用 都在天地开框 所以我们的大学呢 在香港很不一样 其实在亚洲 这种书院季度呢也不多 当然呢在剑桥啊 业务营业务营业务营业务 做了很久 可是我们想用这个方法呢 去教育学生呢 会增加他们将来到社会上的作员 做事的价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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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